各位晚安 我們現在準備今晚的茶經 廣東話茶經 低頭我們做個短的圖曲 耶穌基督我們感謝你 給我們今晚奉主你的命 查考你的話語 我們需要你的祝福保守 是幫助我們 給我們有聖靈的感動 給我們講的話是合主你的心意 也都是祝福所有的觀眾聽眾 是給每個人得到他們的福分 是主你賜的 我們感謝你 In Jesus name 我們祈禱Amen 我們今天的題目 題目是 今天是6月8號 現在是after聖誕 我們的題目是如何使自己清正結白 清正結白 很厲害 但是anyway 猶太歷的他們是20號 我們用的經文是跟那個Parashert Shilat 但是我們有個問題 說為什麽世界現在這麽多悲報 很多sad news 好像世界很難那樣 但是照理我們是主的兒女是基督徒 我們是有心靈誠實的日子 我們應該就好像主裡面應該有不同的祝福 所以我們看一下經文 我們能夠得到一些的好處 是主備的 我們是多謝主 那麽就在《舊玉聖經》就有一段的經文很有趣的 由撒加利亞書第八章十九節 萬君之耶和華如此說 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 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 必變為由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 和歡樂的節期 所以你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 這個是撒加利亞書說的 第八章 這個是耶和華就是我們的主說的 他們說四月五月禁食 七月十月禁食原來在舊約 在守宗教那些人那裡在舊約 或者甚至是其他的宗教都是的 他們很流行禁食 他們很流行禁食 覺得原來他們禁食 神是特別喜歡這樣說 好像罰你不要吃東西 那你就好了這樣說 但是這裡撒加利亞書第八章 就有些特別的 它這裡說四月五月 七月十月禁食 他說必變為由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 歡喜快樂和歡樂就好了這樣說 但是他說必變為 就是說 實際來說在神的眼 他們這麼多個月的禁食 不是歡喜的日子 不是快樂的日子 不是歡樂的節期 所以就是說 噢 有些問題在這裡 有些問題 哇 他們看起來禁食 Turn out 他們禁食的原因就是因為那些月份 就有很多的慘事 就是sad news churgic news 就是不好啦 當然 就是他們在他們的角度 由大家那裡 4月5日 5月的時候就不太好 比如說5月 根據他們的歷史記載 5月就是兩個聖殿被毀滅 兩個 他們只有兩個聖殿而已 但是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世紀那裡 兩個聖殿 同一天被毀滅 都是5月的 所以 哇 原來就是 當然啦 就是他們禁食的原因就是覺得很悲慘 就是覺得說 神沒有幫他啊 原來很多苦難啊 那些這樣的 所以那個禁食呢 就是這個呢 他們是做的就是 想說尋求是一個赦免 或者是一個幫助 但是不是說就是 歡喜快樂的日子 但是這裏呢 就是主承諾 主承諾就說 one day 原來就是有將來就會變為 歡喜快樂的日子 和歡樂的節期 那就是說 原來就是他們 他們現在是悲哀的節期 原來就是慘淡的日子 不是歡喜 不是快樂 那所以呢 你們看見呢 就說 那...所以你看見你就說 oh... それ是有很奇怪的 即是在求猶帶家是爲那麼的 但其實在存在世紀亦也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想到 就是說 已經很疑慘 當然不是瑜伽家啦 達是猶帶家啦 美國真是 racist 所感覺巧有其他的 вечers 他們的月曆 都是很流行很多這些禁食的日子 不管什麼教都好 總之他們一一有宗教的信仰 就是世界的宗教信仰 他們 somehow end up 就是有很多禁食 當然了 有人解釋說禁食是幫你減肥 或者是幫你 但是他們原本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禁止很多歷史的挫折 他們說信這個神或者信那個神 但是他們希望那些神就會讓他們有和平 有歡樂 有歡喜 有快樂 就是一些好的日子 但是apparently 甚至在《舊約聖經》都是記載的 就是好像是 不是 at least他們那些時代就沒有得到 even though it's a promise 就是說將來有一天會 所以我們今天就看看究竟有什麼影響到宗教 那麽多苦難 那麽多sad news 那麽多bad news 現在有時沒洗手 那麽就說回古時候了 就是我們今天的經文就是跟Sherla Sherla這個字就叫做打法 英文叫做send 就是你派人去啦 那麽說send 叫做打法 就是你打法 那麽就是民宿記第十三章二節那麽 你打法人去查探我要刺激以色列人的家人地 每支派中要打法一個人都是作首領的 那麽就是這個打法這個字 那麽這個是一個希法來文 Sherla Sherla 那麽我們就試一下 就是用這段的經文去思想 那麽這個英文我就讀給大家聽 Sherla imparity word that means send out the portion is so name from the first few words so the second words send out for yourself men so that they might spy out the land 那麽然後他下文就有人解釋 他說Torah reading 這個是Torah 就是摩西五經 Torah reading tells the church 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悲慘的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of how the spies return with a bad report about the land of promise and influence the congregation of Israel to rebel against the law Does God consign the generation of Moses to wander in the wilderness for forty years 那麽就是這裏 就是不太爽了 就是在那一代 第一這裏講tragic tragic就是說一個悲情 一個悲慘的 然後聖經裏面有些悲慘的故事 那麽為什麽呢 那麽apparently呢 沒錯 主就派他們 選了人去做探子 那麽但是呢 就是去看那個 Promise land 看那個加南地 但是呢 就come back 就 mostly 就是 bad report 就是說換句 就是人的 人的探子 用來做間諜 那麽 他們呢 去到然後呢 就end up 就是 影響到他們 就是信仁 就不是信神 他們信仁 信仁 信那些探子 就是他們的領袖 他們的領袖 因為他們十二個支派 就派了十二個人 那麽所以呢 那些人呢 信了那些領袖 就end up不信神 end up不信神 或者sounds like 我們這一代 這個世界 仍然都是這樣 but anyway 那麽所以呢 就神呢 就是God呢 就是給他們摩西那一代 就是 就在抗爺那裏走四十年 本來第二年搞定的 就是可以進了間諜地 他們看完探子 但是他們 那些人的 人的 就是那些情報呢 就是假的 就是靠 你知道 情緒啊 你知道 那些人呢 也都是信仁 就不信神 那麽這個真是幾領袖 OK 那麽呢 就coming up 就是我們在那些 今晚的情形呢 我們就說 試用了 民數記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那麽呢 那麽呢 裏面呢 內容呢 就是十三章 就是講一些探子 和他的探子的報告 那些情報 那些情報人員 那麽呢 那麽呢 第十四章呢 就說 那些假情報呢 那麽呢 然後呢 他們就 造反 他們不信神 不信神 已經給了達地 他們 但是呢 他們就信那些人 尤其是那十個 那十個 那十個探子 那麽呢 所以呢 就 神本來說 要將他們毀滅 從頭來過啦 那麽說 那麽說 但是anyway 那就是那些著名的 對戰 是 ByEne 那些人 有新鬼的 教育 那些人 那些人 包含了呢 就是它們 semx 在窗 وا 那些人 那些人 那幾種 fight 兩個人 所以回去 然後 那個人 小麻蒛 立法 那些人 裏迫 我们刚刚读过听过《文素记》十三章第二节 那里说打法的字是这样来的 我读一声 你打法人去查探 我要刺及以色列人的加拿地 每支派中要打法一个人到时作首领的 OK 那他们做探知的方法就是找个首领 12个支派就是12个首领 每个支派派一个人 那做什么呢?做去探知 做查探 那就是什么呢? 但是这里很有趣的 他已经说这个是主讲的 主就是神 他说我要刺及以色列人的加拿地 那就是说那块地已经给了他们 他已经as a gift 给了他们 但是anyway 他就仍然要他们 confir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要打法就变成一个spy operation 做情报人员 但是就找他们领袖 但是里面就有一些经文就很有趣的 我想我说这个英文和中文都没什么怎么看 但是就是有个这样的字 就说什么呢?他没错是打法 打法 打法 那些人 做探字 这么说 但是呢 第一个疑问就是说 为什么他把耶稣的名字放在这里? 其实是耶稣 耶稣就已经给了 原来给了那个大地他们 加拿地 这个就是加拿地 就是他们的Promise land 但是这个说呢 其实要他们打法 你又是打法耶稣呢? 那就其实挺好啦 这么说 但是因为这个名字呢 在旧约时代呢 就是他们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因为那时候他们也不懂耶稣 所以在旧约的经文就 这个字就在言文那里有 但是就没有反应出来 就是如果你是中文圣经啊 或者英文圣经啊 特文圣经啊 或者甚至拉丁圣经啊 他们全部是translation 那就没有拿耶稣的名字拿出来解 所以就没有反应的 听得到 就是阿力塔佩奴 但是没有反应 853 Anyway 就是换知呢 如果你是知道是讲耶稣的时候 那就不用什么了 你就是他讲的话是真实的嘛 在新约那里你就看到是真实的 但是在旧约来说呢 就是他们 他们捨得低 但是就是 当然他们也不明白 因为耶稣未明 因为耶稣未明 所以他们那时候呢 又怎样呢? 他们就说 你们去啦 派每个人去啦 然后就说 但是已经说 I am giving I am giving 就是已经给了 就是给了 给了你 给了什么呢? 就是那个Promise land 那个加拿地 加拿地是什么呢? 就已经是Promise land 已经给了以色列的了 但是呢 Anyway 他们不是很pay attention 他们想着啊 死了 我们要出去打 就好像现在打仗那样 打生打死那样 要赔上生命 赔上生命 但是呢 这边跟着呢 有些有巧妙的 就是ma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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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就是man a car就是one ish a car 哇 这边有些巧妙的 中文就 英文就说 你每个一个人 每个支派派一个人 但是这边 没错 是每个支派 但是就是man one man one 那通常呢 在《旧约圣经》呢 甚至原来派派派的圣经 就是如果它是有些事情 repeat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point 就是重点 是一个重点 man one man one 那就是说呢 seems like 就是它是 派一个人 派一个人是做什么 代表整个支派 派一个人代表整个支派 那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其实呢 圣经呢就是 讲话呢 就是有很多时候呢 就是在 就是旧约啊 或者新约啊 或者是属灵的眼光呢 就是 有时是一个人呢 就代表 代表全个支派啊 或者是种族啊 或者是教会啊 就是他们面前面 warn shop 这个中和主情面 checklist 我们以及自己簿 caddi 或是小部分 甚至很重要 我就能参考 去训练 但直接回 confidently 你看还在图上 就是中这所 처음 看到中国社会 和例子 所以我只是... 主持在社会 Kap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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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呢 他們就派一個 一個人就是那個人 任何他講的或者他vote 就是他選舉的 或者是作什麼決定的 那個一個人就代表 代表什麼?整間教會 整間教會 換句話 在他們做探子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找了一個他們的支派的領袖 找了一個支派的領袖 是他們選的 他們喜歡說這個人很聰明的 做首領 那個首領就代表了整個支派 就是說換句話 在淑寧的事業那裡 或者他們的生命那裡 在舊約也好 新約也好 他們是一個代表性的方法 就是說一個人可以代表全國 唯一一個人代表一個支派的 這個有什麼大事呢? 當然了 現在是民主 很流行這樣做的 你選了什麼安法或者總統 選了什麼參議院 就是那個人怎麼決定呢? 就是代表你的 就算你 你覺得不是很正確啊 你覺得這個人都 說些東西跟你想的不同啊 但是你因為你選了他 他變成了代表你的 那時候阿當是犯了罪的時候 他所有的後代都靈爺 那就是阿當 一個阿當 犯罪 那就是全人類都是成為有罪的人 那麼 聖飛 你知道嗎? 就是耶穌來了嘛 耶穌來了的時候呢 耶穌就是第二個阿當 最後一個阿當 那他怎麼樣? 他就是為所有信徒就是釘十字架 所有人就是凡是阿當的後代 那麼他們 當他們接受的 他就跟了耶穌 跟耶穌的時候 那怎麼樣? 你信他嘛 你信他的時候 他就是代了你 代表你 他就是你的代表 那所以這個man one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important concept 就是在那時候呢 他們就是派十二個人呢 就代表他 那十二位之派 整個以色列的將來呢 就是因為這樣 OK 所以呢 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究竟你是屬於什麼教會 你的教會是否真的代表你的信仰 還是 當然了 其實說實話 我們所有信耶穌的人 耶穌就是代表我 說實話也不是教會 不過有很多人就想了 找人來代表你啦 因為你不屬聖經 你沒有去過神學院 你沒有過十年的 聖經的知識 你沒有三個讀書 所以很多人就想著說 我們想著靠牧師 或者靠著這個宗派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男一男一 這個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 我們再看看他們那時候是怎麼選 怎麼選那些領袖 就變成了兩個方法的 男一男一 有兩個方法 那就是在《民數記》第一章就有一個方法 《民數記》十三章我們今天讀的經文就有另一個方法 那我就說 讀給大家聽 《民數記》第一章的時候 《每支派中必有一人作本支派的族長幫助你》 那在《民數記》第一章就其實是 他就說 主要自己親口對魔勢說的 那麼他說 我會有個族長 但是這裡就必有 必有就是說換句話是有個代表性的 什麼代表性呢?就是說有一個人是族長 然後那個族長就是會幫整個支派 這個族長就是服侍 但是在同樣是代表性 作支派的族長 其實第一章那些族長你猜什麼? 就是神簡選 神簡選 所以那些名字就是神簡選的 就是你看到的是神簡選的領袖 神簡選領袖 那是屬令的 OK? 那當然我現在最新的 在新約時代 耶穌也是神簡選 耶穌就選了他做我們的支派的領袖 但是在《民數記》第一章就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在《民數記》十三章就 就是他叫 就是他就說 就正說我們剛剛讀了 OK? 就是你打法人 你打法人 就是說換句就是 就是叫他們的支派 他們的民族 他們啊 你派人啦這樣說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說那個人不一定是從神那裡來的 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的 你打法人 那就是dependent on支派的情形 原來就是神沒有說 原來迫著說 哦 我選這個 我選那個 我選那個《民數記》第一章的那些就是 但是《民數記》十三章那些就是那個 那中心就是主叫摩西呢 就是打法的人 然後呢 就是他們每支派中要打法的人 一人 看不看 打法 又要打法 有兩個打法 一個打法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意思就是說 在那支派那裡派一個人 就是當他們首領 也是做他們的情報領袖 就是這支手領就是派去看 但是其實那裡人的經文已經說了那個地方 我所 mort指和以色列人迪加拿拿拿拿拿拿起來 就說那個最終結合alia 就定了 最終結合alia 就說那個地了 是給你的 不過你想派一個領袖 派一個情報人員 就是讓那些偵察可以給你個人報告 換句話就是代表性 一個支派就有一個人是代表這樣說 就是這樣的承認 我們看多一點點 在第一章那裡 就是turn out 他們就是神簡選的 所以就是跟後來十三章那些 因為這裡就是剛才第一章第四節我們讀過 就是說是必有 必有就是說換句話是沒錯 一定有個族長的 有必有這樣說 就是然後它還說了一些名字 第一個就是他們的名字 就是屬流遍的有是 習耳的兒子 以利宿 屬西面的有蘇利沙代的兒子 士魯梅 屬猶大的有阿拿米達的兒子 拿信 那我為什麼知道這些就是神簡選呢 那麼說 Long story short 就是我用猶大那個例子 是猶大那個阿米達的兒子 拿信 turn out 就是在主耶穌基督的 在地上的家舖那裡有名字的 那麼說 那就 In fact 它就是 哪個的祖先呢? 就是講說 路德和波阿斯 波阿斯是路德那個後來的丈夫嘛 那麼就在那個 在那個耶穌的家舖那裡有份的 那麼就 這裡在路德記第四章記載 就是當他們結了婚的時候 那麼就看起說 波阿斯的祖先 然後後來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耶穌的祖先那裡 就是地上的祖先 OK 當然啦 他們只不過是負責的 就是所謂傳宗接代 但是其實耶穌根本是神的兒子來的 根本就不是靠他們的 靠他們的血 希斯倫生蘭 蘭生阿米那達 阿米那達生那順 那順生薩門 然後後來就生波阿斯 那麼最後就是耶穌跟著就出大位 那就是換之這個就是 有神的定律在裡面 在馬太福音就是正式記載 是Geneology of Jesus 耶穌的所謂家譜 蘭的時候生阿米那達 阿米那達生阿順 阿順生薩門 阿順生薩門的以拉俠士生波阿斯 波阿斯以從 盧德士生俄 俄比德 俄比德就生耶穌 那就是 這個就是換之是有個 有個神裡面的計劃 所以我會說民數記第一章的 就是他檢選的那時候的領袖 就是有個 原來主自己的 聖靈的感動 聖靈的檢選在這裡 OK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在13章呢 就說不是基同這樣說 為什麼呢 是他們是他們的頭目 就是13章講的那些領袖 是他們的頭目 他們每個指派要打發一個人都是 都要作手令的這樣說 所以這個就是人選的 人選的 就是肯定不同這樣說 為什麼呢 當然你12個支派 然後turn out有10個 就是 沒有信心的 10個沒有信心 剩下兩個才有信心 我們就讀一讀這樣說 民數記13章2節 要打發人去規探我所持及以色列的家人 他們每支派中要打發一個人都要作手令的 柯西就照爺和華的吩咐 從巴蘭的抗野打發他們的 他們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長 他們的名字 屬流邊的支派 有薩克的義子沙姆亞 屬西面支派的 有荷里的義子沙法 然後呢 屬有大支派有耶赴利的義子 加勒 屬以色列支派的有亂的義子沙西亞 這就是摩西的所打發 規探那地支人的名字 摩西就 清亂的義子沙西亞為約書亞 這裏就很奇妙 但是anyway 就what happened呢? 沒錯 他們每個支派就派一個人 就是他們的首領 那麽說 那麽呢 譬如這裏 流邊 他們在第四節又記流邊 那麽說 第五節就記西面 那麽說 第六節就由大 第五節呢 我跳了下去第八節呢 就是二八年的就是出賀氣 那麽我爲什麽讀幾節呢 那麽第一個呢 就是因爲流邊是大兒子嘛 就是in terms of 十二個兒子來説呢 那麽就流邊 那麽但是 他呢 他選選的人呢 叫做沙姆亞 沙姆亞呢 然後turn out的經文呢 就說他是famous people 就是有些人喜歡找出名的人 就是你比如說競選 就說看誰famous 那麽沙姆亞呢 就是一個famous guy 一個名字 那個名字意思就是famous guy 所以就是人選的 就是呢 之所以是 就是他們有個領袖就說 啊他famous的 然後就是各個人都認識他的 就是人看為眾那些 那麽所以呢 你就卡就知道 原來那個十二個支派 Mosadam呢 他們選人呢 就是用人的看法 用人的看法 表面的看法 那anyway呢 我就不介意西面了 因爲其他那些都不是幾好的 就是出兩個是好的而已 一個呢就是加勒 一個呢就是約树亞 那一個加勒呢 那麽呢就是 就是猶大之牌 猶大之牌 猶大之牌 那麽他的名字呢就是 好像是阿狗那樣的 就是他是很忠心的 加勒那個字呢就是猶大隻狗 就是猶大文的意思就是狗 就是狗就是很忠心的嘛 你見過吧 就是所有世界的狗呢 他們是喜歡跟著主人的 主人是怎樣的 他是怎樣的 所以加勒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對主人的很大的信心 我們後來就看見在《約書日記》裡面 記載加勒和約書日兩個 他們那兩個就是信主 他說那個真是《約書日記》 只有兩個是《約書日記》 另外那十個很可憐 很可惜的 就是沒有信心的 他是不信的 《約書日記》說那些地我已經給了你了 給你了 你就要去拿就行了 但是Anyway 他們說做一個探子的時候 他們結束就信眼 或者信他自己的想法 他們很喜歡用 原來就是說 我們是spy agency 就是要眼看到的 或者無人飛機看到的 他們就信那些東西 所以那十個就失敗了 因為他們不信神 Anyway 十個就是 represent 那個大多數 所以他們就有個churgic story 是一個很悲情的 就是他們那一代就失狼 他們在抗野那裡 他們在抗野那裡死 You know it's a very sad thing 但是就因為他們對神沒有信心 但是Anyway 加勒就跟約書亞搞定 約書亞原本的名字 他出生的時候不是叫約書亞的 叫何希亞 但是摩西就特別簡選 就說 哎 阿聯的兒子 何希亞就改了名字叫約書亞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 因為為什麼呢 約書亞呢 約書亞這個名字就是 原來他們耶穌 耶穌如果是用希伯來文的時候 就等於 pretty much 是約書亞的 就是那個名字呢 其實是預言耶穌的 只有耶穌 只能夠帶他們進個假難地 進去那個Promise Land 就是耶穌是帶我們進去天堂 所以摩西 摩西進不了了 原來我們讀過其他經驗 摩西進不了了 但是呢 主要是摩西就改了亂的兒子 何希亞就做約書亞 為什麼呢? 約書亞是代表耶穌的一個picture嘛 那麽呢 就是耶穌就帶我們進天堂 是的 永遠的生命 聖飛 約書亞就帶了當時的以色列文 那麽就是下一代 因爲過一代不行啦 沒有了希望的 他們在抗野那裏過了40年之後 他們的generation lost 沒錯 但是約書亞就帶了新的一代 那麽跟加勒 加勒就是一個 原來就好像隻狗那樣 很忠誠的 原來就是名字都是 講說狗那樣 原來他們兩個就是很漂亮的 他們就是一個很 完全是因為信心 是主給他們的信心 原來就是他們不明白 但是原來就是主的引電給他們 那那一會兒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 那我就要講說 《舊約聖經》的十個字 十個人啊 十個人不肯聽了 就是那十個人不肯聽 有很多人以為說 是 少數服從多數啦 那就OK 原來少數服從多數 兩個人說不定了 另外那十個人就說壞事 但是那十個人呢 是原來有意思的 在《舊約聖經》十呢 原來就是裏面就有個hint 就是暗示 就說什麼是舊約 或者是十界 十 十呢 十呢 就是代表 或者是舊約 或者是十界 或者是他們的 原來就是那些宗教的 就是那些領袖 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看到在《創世記》啊 《文素記》啊 或者《路德記》啊 或者《撒母異常》啊 他們很多時候有提過十個人 通常一說十個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原來呢 他們在《舊約聖經》呢 那些數目啊 那些東西是有意思的 那數目是怎樣的意思呢 我讀給大家聽 是《創世記》十六章 然後我就講一講 於是《阿伯蘭的妻子撒內》呢 將史萊埃及下夾給了丈夫為遲 那時《阿伯蘭在加蘭已經住了十年》 那就是說呢 在《創世記》第十六章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沒錯啊 他跟了《阿伯蘭聽了主的話呢 就來到加蘭地 但是在那裡住了十年啊 所以說 他那時候page 但這樣算是 還沒有生兒子喔 即是 tasks are 那個是主承諾 主承諾說你將來後代就在加蘭地 但是他在加蘭地住了10年之後 等得不耐煩 就反為了一個老婆 老婆薩萊那時候還沒改名 就是後來變成薩拉 但是薩萊那時候 阿伯蘭就不是阿伯拉罕 阿伯蘭那時候 但是他在這裡等了10年 不耐煩 就是換句話 就是好像這個10年 這個就好像他們的 就是那個律法的時代 就是為何這麼久都不行啊 然後他說不如你找那個下格 找那個女僕人 埃及的女僕人叫下格 就做設施 這個是人的方法 就是說換句話 就是換句話 或者是10屆 就是裡面有人的 人的方法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好像是後來 就是他們說 我們什麼律法 我們都搜到的 你講吧 這麼說 那麼主就給了他們10屆 如果你看19章的時候 他講得很威衰的 他們一群一起說 unison 就是好像很威衰 就是19章 就是創世的 主有什麼的吩咐呢 我們一定搜到 很威衰 所以主說 你講得這麼厚爽 原來我給你10屆 所以那個10 原來是有一些暗示 有一些就是講舊約 或者10屆 或者是他們想靠人的方法 那麽就在18章 創世紀18章 又有這樣的事 阿巴拉罕 現在阿巴拉罕 求主不要動腦 我再說這一次 假如我在那裡見有10個呢 他說 為這10個的言故 我也不毀滅那城 那這個就是 阿巴拉罕就為所多馬祈禱 那麽就 其實他的心就掛著 他的那個侄 羅德嘛 羅德就在裡面 但是他就祈禱了 他就求主就說 如果你有10個義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是 仍然是會毀滅個醒 那麽說 主的答案就說 不會 如果你有10個的話 有個quorum 那麽就不會 所以就你知道現在 整個世界他們的會堂 就是那些猶太人的會堂 他們如果聚會的時候 那個安息日呢 他們就說 哇!不夠10個男人喔 不夠10個男人 他們那個星期就解散 那個星期就解散 因為不夠10個他們不能夠聚會 他們安息日聚會 在一個會堂那裡一定要有10個男人 所以這一樣呢 就是相傳 他們覺得說 一定有10個 因為為什麽呢 他們都是守舊約 守舊約 所以就 是的 這裏呢 跟我們想法不同 就是 我們就說 不是守舊約 當然 我們現在是信信仰 我們信耶穌 耶穌一個搞定 耶穌一個搞定 OK 但是呢 如果你看過 舊約經文的時候 很多次一提到10個 10個的時候 那就是有些暗示 有些很巧妙的東西 就說 哦!10個 10個 那就是講舊約的問題 就是那些守律法的人 就是他們好像 各樣都好像 十面埋伏 這樣 Anyway 《文素記》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文素記》十四章 它說 這些人雖看見我的榮耀 我我在埃及及 與曠野所行的神跡 仍然是探我 這十次 不聽從我的話 那這裏不是講其他人 不是講其他人 就是 你知道 就是講什麼 就是主呢 就是講到他們的希伯羅人 這些人 沒錯 希伯羅人 沒錯 看見神的榮耀 在埃及和抗野 原來就是 神的榮耀是怎樣 就是有神跡 還有它也就是 所有神行的行為 那些東西就是 你看到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是神來的 這個不是人 原來就是那些東西是很畸形的漂亮 就是一來一看的時候 應該知道是神跡來的嘛 就是神行出來的作為就是神跡來的嘛 但是仍然它說 試探我這十次 不聽從我的話 那就是說 就是說 說說守舊藥的人 就有這個問題 他們呢 就算你看到神跡歧視的時候 他們仍然就是 就是 整天擺明了 不信 不信 所以這十個人呢 這十個探子 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 就是 他們說 神話給我們 神話給我們 誰知道那些人 那個金具 全部都是巨人 吃了我們 都不知道 這麼說 就是他們 他們有信心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沒有信心 他們就是靠 靠什麼 原來靠他們自己想頭 就是自己 原來就是 所以呢 他十個人走過來 就是 說一些情報是假的 假情報 你說 哦 怎麼會這麼笨的 那說實話 你經常看打仗 你都知道 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很多人 就是那些探子 那些情報人員 就come up with 那些假的 假的情報嘛 那end up 就long term 就 後果不堪設想 後果不堪設想 就是換之 因為人說那些事情嘛 你信人的時候 弊家庫 是吧 原來就是 他們可以說謊 你不要以為 他們有個徽章 或者穿個軍服 或者是 他們是領袖 這樣說 你信人的領袖 那些話的時候 你信足的時候 弊家庫 因為 原來人是可以說謊的 人人 就 很通常說謊的 就是一定是 你認識自己的 所以 這個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那說一下 路德記 路德記就是 波瓦斯 從本鄉的掌控中 挑選了十人 對他們說 請你們 在座者裡 他們都坐下 那就是這裡 波瓦斯 到了路德第四章的時候 他已經選了路德做他的妻子 路德是一個什麼? 外邦人 是摩亞的女子 就是猶太人 他們是不喜歡他的 但是呢 波瓦斯是誰? 波瓦斯就是 就是一個 Picture of Jesus 波瓦斯是Picture of Jesus Kinsman Redeemer 就是很多神學家都認識 OK 換句 路德記 一個很美麗很美麗的 愛情故事 這個愛情故事是講誰呢? 就是講耶穌和他的教會 他的教會是什麼? 耶穌的教會是 主要是外邦人 在第一世紀到現在 大部份信耶穌的 當然也有猶太人 他們信主 我們是感謝主 但是呢 如果你說就是外邦人 因為主是愛世人 愛世界 不只是愛猶太人 或者只是愛這份教會 他是愛整個世界的 耶穌說耶穌是神愛世人 他的教會是神愛世人 所以耶穌就是愛耶穌 利伯家就是愛瓦克 這是一個長話 但是耶穌就是代表耶穌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今晚不講的了 那就是五周 利伯家就是代表世界的人 利伯家就是代表教會 現代教會都是這樣的 利伯家就是愛瓦克 教會就好像他們說 哦 他們瓦克 有很多東西大家類同 這樣說 所以就是好像他們的愛好 或者他們裡面的思維就不是一樣 但是以撒就代表耶穌 以撒就愛過世人 我們買了很多東西 他們把他們的愛好 去做社會的愛好 其實他們都不肯定 他們都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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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肯定 他們都不肯定 他們都不肯定 不吃飯 心裡那麼苦 有我的時候不是好過十個燃子嗎? 所以這裏也都是升兵 就是課的包 Jesus and me Jesus和教會 那就是衝突有什麼阻攔呢? Well 他們的comparison就是說 是不是有耶穌的時候 為什麼好過聽? 聽什麼?聽 commandment 聽 old confidence 換之你的比較就是聽 很多時候你講聽的時候 你就想到是救了一些律法 救了一些律法 你手來手去搜不到的 很煩的 但是耶穌和我搞定了 耶穌真的愛我們so much 就是我們的life是blessing 不是說你要懂得念 要守足啊 因為你錯過了一個的時候 舊約那裡說 你錯過了一些很小的律法的時候 然後呢 《聖經》說 你死啊 這樣說 所以不是說大小的 因為你六百幾條 那些律法你怎麼撐 你這麼厲害 你做了神學家你都不懂 所以那個問題就說不僅是悉 而是你怎樣能夠 overcome 律法這麼厲害的要求 那些人就以為說 我可以搞定的 那些人就是不懂 你們看過了 你就知道 這個救藥的聖人 每個人都沒有搞定 不過完全都是靠耶穌恩典的 他救藥的 也許是救藥的聖徒 都是靠耶穌恩典的 OK OK 我们继续 新约也有些类似的 譬如如路加 我读给大家听 有路加十个麻风病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的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以来 远远的站着 高姓说 耶稣主呀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吸制施刹汗 他们的时候就得洁净了 哇 龟水 就是一句的求 还有就是一句的说 你开始走去找制施来查看你 就是说连州开始走的时候 没有去到耶路撒冷 那么远 他一开始走的时候 他就已经得到洁净 这好啊 你说厉不厉害 主说的话 是啊 但是要高声说耶稣 没有 哈哈哈哈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赞美神 又苦福在耶稣 脚前感谢他 但是这个人是杀马利亚的 耶稣说 潔淨了 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赞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够了 你够了你了 够了你了 所以在撒马利亚村 因为他们是北极的嘛 所以他们不能够住在那些 他们自己的家乡那里 就是那九个是什么 他那九个是犹太人 所以他就守律法 他要确保他说 我就算了 医好了 他们最紧张的就是去找制施 耶稣也叫他们这样做 耶稣因为要够了所有的律法 所以他没有说 你回家吧 不是 因为他是犹太人 那九个就去找制施 那是找制施的 那些东西是对的 但是不是那么对的 为什么呢? 其实是耶稣医好嘛 所以他没有走回来多谢 你回家就是撒马利亚人 就是外邦人 所以为什么在新弱的圣经 新弱的教会 就是差不多全部都是外邦人 撒马利亚人就是外邦人 犹太人说他们是骯髒 说他们是狗 但是呢 但是呢 谁知道呢 他们没有说守律法 反而就是对主的信 就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因为他一得到医治的时候 他就立刻走回来 原来多谢主 多谢神 赞美神 多谢耶稣 是吧? 这个是应该的嘛 是吧? 但是那九个呢 他就说 哎呀我守律法的 我回去搞定先 然后我再想 你知道吗? 就是回去 他寧願是爱过 原来他自己的 原来就是那个 怎么说 就是他 原来就是想说回家 I suppose 他爱过家 就多了 他对主的感恩 或者主的爱 所以呢 这里就说了 19节就说呢 他说 起来酒吧 你的信去年来了 真是 哇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是特狗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就是因为恩信 清义 这个外邦人 反而来那九个呢 也没错 他或者都是麻风症了 这么说 塑课结症了 但是呢 他没有得到主的承识 主的承识 主的承识 他要拯救全世界 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的家族 他自己 原来是有永远的生命 哇 但是那九个就失败了 incomplete 我不知道将来 但是他没有得到上后的承识 对不对 所以十都说十的 这个就是有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马太福音 第25章就讲了 那个末世的情形 末世的情形 我读给大家听 那是天国 好比十个同情女拿着灯 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五个是愚住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住的拿着灯 却不多预备油 聪明的不但拿着灯 又多预备油 再汽灭里 他们去买油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的 和他进去享受婚宴 门就关了 最后其余的同情女又回来了 说主啊主啊让我们进来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那日 指和那时辰 OK the time and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day 这个就是我们 个个都知道是讲末世 24、25章都是讲末世 但是我觉得很多牧师 就说错了 他通常就说 叫那些门徒警醒的说 Well in a way也是 但是in a way就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耶稣只是 祂是新郎 你知道耶稣是新郎 耶稣只是娶一个 这个婚姻 这个结婚 在耶稣的 祂说祂的话里面 那些是新郎 就只有一个 新娘只有一个 OK 新娘是谁呢 就是教会 就是换之呢 新郎的教会就是 就是新娘 只有一个 但是呢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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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是说 什麽呢 那些呢 come on 这些 这些呢 其實很清楚 是新郎一个 新娘 又是一个 但是呢 那些十个呢 同情裡這個就是講什麼呢?講猶太人 猶太人後來仍然有人得救 就是會在過了一個Jacob's Trouble 就是那七年的大初難之後 主耶穌就回來 所以就有人得救了 就是猶太人 因為耶穌也都是 其中一個態度就是猶太人的王 所以猶太人有得救了 OK? 如果你根據這裡這樣看 就是說有五個就有猶 五個有聖靈 五個就沒有聖靈 所以他們沒有聖靈就不得救了 或者一半一半就挨凍了 但是Anyway這個就不是 不是代表講教會 是說馬太24、25就講猶太人 在那個時候的經歷 OK? 那Anyway所以十嘛 十我講就是講舊約 就是他們猶太人 就是until we're late 他們仍然大部分就是信舊約 信十戒啊 信… 就是十代表了波西律法 代表是old covenant old covenant OK? 但是剛才我已經講過 就是說在文素記15章有提到 就是有那些 就是他穿的衣服就是有些規矩 有條線啊 就是在他的衣服 就是他們的prayer show那裡 稍後我讀給大家聽 Anyway我讀給大家聽 文素記15章就有提 耶和華對摩西律底吩咐以色列 叫他們世世代代 在衣服邊上做罪子 在罪子上擺一根藍線 你們佩戴這罪子 很叫你們看見就紀念遵行 耶和華一切的命令 不隨從自己的心意 眼目令你們到不中的地方 這樣你們就紀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 對你們的神為聲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懲罰你們從埃及地領出去 要作你們的神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But anyway 那就是有些微的東西在那裡 Anyway我待會會提 OK 現在我們繼續 move on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題目 那個題目就是為何 如何使自己清淨潔白 這個是講末世 但是你看到就是 好像世界那麼淪晨 世界那麼亂、那麼不乾淨 我們怎麼可以清淨潔白呢 這樣我就讀給大家聽 就是達爾尼書有這樣的經文 希望這件事情可以幫你 有一個明白 我聽見者說達爾尼這書就只有十二章 這個好像埋單的 這個那個final chapter 那就是講末世的 我聽見者說我卻不明白 就算我主下這些事的結局怎麼樣呢 他說達爾尼亞你只管去 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 但是到末世 封閉 扯避 熬煉 但惡人仍必行恶 一切惡人都不明白 唯獨智慧人能明白 這裏十節就好像講了末世的情形 有些就可以使自己清淨 清淨 潔白 又扯避 熬煉 但惡人仍必行恶 一切惡人都不明白 唯獨智慧人能明白 這裏是什麽意思呢? 就很客氣 就跟你說 這個就是第一段 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 清淨 潔白 扯避 熬煉 這裡是Passive Voice Passive Voice 就是說不是你自己清淨 潔白 不是你 你明白嗎? 你自己洗白白 洗洗洗洗澡 都未必是清淨 潔白的 因爲什麽呢? 這裏的經文 講末世的時候 是心魂 讓你清淨 潔白 心魂 當然是彈義理書 所以他們都不太明白 祝自己親子和他洗白白 但是呢 那些惡人就是Active Voice 換言之他們的行為是他們靠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兩隻手 他們的手很小 但是呢 他們的手掌很小 但是呢 他們就行 必行惡 就是呢 一個是Passive Voice 一個是Active Voice 就是說什麽呢? 我們在末世的時候呢 之所以呢 清淨 潔白呢 且被惡戀呢 這個呢 完全是靠什麽呢? 是靠耶穌基督 就是耶穌基督就幫我們 清淨 潔白 我們不是靠自己可以做到的 我們就在主裡面安息 但是呢 就Passive Voice 就是清淨 潔白 但是 且被惡戀 我不相信那些惡戀呢 就說 哦 原來你要受苦的爛 這樣 沒錯 很多 很多時候呢 我們仍然會受到迫害啊 那些信徒呢 就欺負我們啊 他們藐視 原來我們那些是 恩典的信徒 但是呢 就不知道是 原來是不行的 我們anyway 是靠耶穌 耶穌幫我們搞定 過去 現在 將來的事情呢 全部都是耶穌的 OK? 有懦戀 但是呢 但是呢 惡人就醜了 惡人就為什麼呢 他們 他們不理啊 他們就說 哎 我要走出來 就是說呢 他想怎樣 他就想怎樣 他沒有靠耶穌 他也都不相信 所以他沒有辦法明白 因為他們一切的惡人都不明白 就是他們不想明白啊 所以你知道 就是很簡單 我們查經 不是說很多人啦 原來我沒有幾萬人 有沒有幾千人 有時是幾十 有時是幾百 你知道 多謝主 但是anyway 就是呢 之所以沒有那麼多人偷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講一些東西 這些人不是很想聽的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要靠自己搞定 anyway 我們是靠主的 OK? 那到了這個地步 我就講一下現在的世界的情形 這個世界的情形 那個current events current events 現在的世界的局勢 那就是下星期呢 這個星期日開始 星期日 星期一呢 就是那個叫做 Soulton Baptist Convention SVC 星期日 星期一 Soulton Baptist Convention 那其中呢 他們裡面就有個就是 有個就是很famous 就是較為出名的傳道人 就是那個牧師 就叫做Rick Warren Rick Warren 就說退了休 然後他們的教會就有一些就是新的情形 那甚至就是女人牧師這樣說 那as a result 就 Soulton Baptist Convention 就是tack他出來 tack了他出來 說 誒 就是說呢 你離經半道 你知道 就是說得是so horrible 那就是you know as a result 他們去年就說 tack了Rick Warren的教會出來 那就是so Rick Warren就今年就試圖 那就是appear 那他在這個open letter指出 他說呢 在這個Soulton Baptist Convention 就是他們過去百幾年 一百五十幾年 六十幾年那些 就是他們的歷史那裡呢 他說呢 就you know 就是覺得他們對女人 對女人呢 就是她的姊妹呢 是you know 就是很大的mistreatment 就是有兩樣 第一呢 就是you know 就是you know 直接是abuse他們 you know 大家都很清楚 他們有幾百個牧師呢 就是end up坐牢的 或者是有案底的 那就是有sexual abuse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他們就指明就說 啊 只是男人才可以做領袖 然後女人呢 就不准出聲 然後shut up 你知道 就是他現在在末世的時候 Rick Warren呢 就是他退休之後呢 他就自春了 但是這個不是很合適的 就是主要的愛 你知道 那當然啦 就是我們知道以前 long time ago 就是但是美國人呢 很多都看笑他的 那就是有一個美國總統 叫Jimmy Carter Jimmy Carter呢 他就說了 他在long time ago 他就離開了SBC 就是因為呢 他看到呢 就是SBC有很多的種族歧視 OK but anyway 說實話 就是我覺得 Wake Warren是信耶穌的 他是會上天堂 Jimmy Carter too 就是你當然呢 有很多的浸信教會 他們就聽了他們的領袖 他們的領袖 就是他們寧願是信 浸信教會的那些中派領袖 或者是他們 原來就是他們一個人 就代表他的教會 原來就是那些人 你可以是多數 因為他說少數服從多數嘛 他們就voting 但是呢 我告訴你 就是好像那十二支牌 有兩個呢 就是代表信心 信仰 是代表的是 就是望主 end up就是望主耶穌 就是那個picture 是代表耶穌 但是呢 另外那十個呢 就是什麼呢 律法嘛 他們的舊約 律法呢 就turn out 我覺得浸會 有很多呢 仍然是講迷 他們甚至是 鼓吹 原來擺那些十屆 在他們那些 原來他們的州政府啊 或者擺在那些禮拜堂啊 或者是鼓吹說要念十屆啊 那麼 連猶太人都 都精了過去一千年 不念十屆 反而就是很多中派呢 仍然是想說呢 叫人搜舊約搜身約 你不能夠一隻腳 兩隻腳騎著兩個山 你不能夠一隻腳 兩隻腳搭兩隻船 OK 就是這些其實就是很basic的啦 你不能夠又說搜舊約 又說搜身約的 就是這些是驕傲的人說 驕傲的人說 那我真的說給大家聽 那譬如好像現代社會 我們現在已經看過了 我們講了兩三年 那就說什麼呢 原來呢 是他們hurrikan 現在剛剛hurrikan season開始嘛 那hurrikan season based on FEMA 就是 you know 差不多pretty much landing site 就是這個地方 空式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risk就是highest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hurrikan上岸的時候 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就是怎樣最危險 它的風速最高的嘛 它上了岸之後呢 它會慢慢呢 就是hurrikan 就變了一些 就是沒有那麼大風的storm 就是換之它會縮水 但是呢 它landing的時候呢 就是最大的destruction 但是那個destruction的西呢 根據那個歷史呢 就151年開始到現在呢 那全部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美南浸信會的那些州 這個美南浸信會的那些州 就是這些州 後來他們是反黑路啊 打內戰啊 就是那些州 那就是說 哇 就是 這個 這個 好像他們拿了一個頭彩那樣 原來就是 他們就是 原來就是 講十戒啊 他們講話 要嚴厲一些啊 要廣州Rick Warren 或者 甚至是有很多種族歧視 那 剛才講的 我們就是講 原來誰是 higher risk 那這裡講的呢 就說什麼呢 原來一共有幾多的大風大浪 大hurrikan 那你看 就是這樣承認 就是這樣承認 原來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 somehow they have more more trouble you know 就是 more hurricane you know 那就是 這個呢 就不只是hurrikan 其實 他們somehow 就是tornado 也一樣 不止啊 就是不只是天氣問題 不是天氣問題 他們的病 病 病因 死因 他們也是最多的 那就是我不講了 因為我們之前 差不多每個月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有講一些 就是一些不是很聽的話 但是呢 就是希望他們是回轉 然後叫他們看耶穌 不要看那麽多的牧師 看中派的領袖 原來他們的神學院 原來就是 就是他們不信神職歧視的 那所以呢 就是在那些浸信教會裡面 就是很多的神職歧視都是不存在 那就是變成了 他們是失敗的 因為為什麼神是真的嘛 神是又真又是神 怎麼會沒有神職歧視呢 不要亂講 but anyway 所以我們就是看過了 這個就是講COVID 這個COVID是June 2nd June 2nd 今天是6月8號 這個星期裡面的記載 這個COVID就是 原來它說 就是看哪裏是最high 最high的死亡率 這個是最high的死亡率 最高的死亡率 就是10萬中有多少個 深藍色的就最高 深藍色的最高 然後這個藍色就第二高 那就是說換之呢 就是你看到啦 就是他們在南部的 美國南部的 所以美南浸信會 就是他們那些區 深刻呢 就是輪盡一點 輪盡一點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然我們就說了 你如果想守舊藥 你信新藥 你是有永生的 沒錯 甚至美南浸信會 那些弟兄姊妹 他們信耶穌的嘛 他們耶穌 所以他們是有永生的 因為死後有永生 但是呢 在那邊他們會不會有問題啊 他們說有 因為他們不信神跡歧視 他們守十屆嘛 那說明了 就是救藥十屆 原來很多就座的 所以這裏 正說那個就是天氣 但是這個是人為的 2023年 那就是說呢 現在2023呢 就是這樣說 就是還沒完 這樣說 或者是到了五月尾 Something like that 我不知道啊 它這裏就說是 2023 January 但是它就排頭了 第一個是密西西比 Lewisanne New Mexico 阿拉巴馬 Wyoming 阿拉斯卡 Montana 阿根索 Missouri Tennessee South Carolina 奧納馬 Kentucky 那這些是槍散 槍散 那就是排排錯 那就是它很多就是美國南部 那當然我不是說全部是美國南部 那實際來說整個五十個州 那些五十個州都有槍散 OK 那但是呢 原來在各樣的那些慘事 或者那些就座那裏呢 它整個都排頭過十名 那就不太好 就不太好 OK 那這個呢 就是說是 就是23年前 23年前就說 哪個教會在哪裏呢 就是哪個是最多的教會 那紅色呢就是浸信會最多 就是換到這裏呢 就多過一半的 就是他們的中派呢 就是那些教會呢 就是在這裏 就是浸信會是多民 OK 那其他呢 有些是 有很多是天主教啊 或者他們有多過一半是天主教 那這裏呢 就有很多呢 就有很多 很多county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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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Lutheran Lutheran 就是這些呢 就是德國的後代 德國人的後代 那然後綠色呢 就是Methodes Methodes 就是中間interpersed 那但是 就是你看到了那個pattern 那個pattern呢 就是美國南部呢 就是美南浸信會 那就是 那就是 所以為什麼美南浸信會呢 就是美國的 就是Number one的denomination 就是Number one 就是Number one 就是In terms of人數 就是他們 就是威是勢 但是呢 就是 我不是說他們不得救 我相信他們是得救的 多謝主 但是呢 他們的那個問題呢 就是他們是信 就是好像司世約翰那樣 就是司世約翰都認識耶穌的 但是呢 他那些門託呢 就是他就是跟司世約翰 那司世約翰死了之後呢 還有斬頭之後呢 都仍然是跟司世約翰 就是兩種門託不同的 你跟耶穌的 那後來他們就聖靈降臨了 但是呢 是跟司世約翰那些 他沒有說什麼的 沒有說什麼的 就是他要有個延避的 那就是 我相信司世約翰的門託 很多都是信耶穌 但是他就跟了死了的司世約翰 就是死了 就是好像 好像浸信會那樣 他們跟了 就跟了別的人 跟了別的總牌 那就是 那就是 你看到 意思就是說 有很多的 就是 教徒啊 信徒啊 有這樣的態度 我就讀給大家聽 就是馬太福音十八章那裡 那就說 天國呢 好象一個王要和他博人算賬 財算的時候 有人戴著一個獻一千萬銀子的來 因為他沒有什麼上還之物 主人呢 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 並一切所有的都買了上還 那博人就腐敗他 說 主下歡容我 將來我要遭要還清 那博人的主人呢 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你 並且滅了他的債 那博人出來 如見他的一個同伴 要獻他十兩 他獻主呢 一千萬 然後有人獻他十兩 便抽著他的喉嚨說 你把所獻的還我 他的同伴就苦福仰求他 說 歡容我吧 將來我必還清 他不肯 警去把他下在監裏 等他還了所獻的債 還不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 就甚憂愁 他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於是主人叫他來 對他說 你這惡奴才 你仰求我 我就把你所獻的都滅了 你不應當連率你的同伴 將我連率你嗎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給掌營的 等他還清廉所獻的債 你們個人要不從心裡 要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這樣代理你 這個經文就讓我想起 Rick Oren的情況 就是他們 個個已經得到卸臉 卸臉 已經卸臉了 天父已經愛他們 所有的罪 所有的什麼都卸臉 但是他們做了教會領袖 做了那些中派的頭頭 然後他們不是那麼寬容 因為他們仍然守舊約 九十塊 所以這件事情 當他們是點對人的時候 就一定會點對他們 Watch out 剛才我不是說過 就是說他們的 舊約的人 就是民宿記者叫他們 帶一些罪子 這個罪子就是這樣的 但是原來裡面 就有些奇面 有些奇面 就說你們佩大姐罪子 好叫你們案件 就紀念耶穌 尊行耶務話 一切的命令 不隨從自己的心意 眼目 領領到不中之地方 這個呢 就是個美麗 就是說 其實是 舊約其實是講耶穌的 就是你紀念耶穌 你看到這個 你紀念耶穌 耶穌幫你專行 專行一切的命令 耶穌就幫你搞定 就是 甚至你的心意 或者你的不中 但是因為你紀念 中間是靠耶穌 所以就是耶穌幫你 所以如果你加回耶穌 在裡面 就是那個 那個經文裡面 有講耶穌 你們佩大姐罪子 好叫你們看見 就紀念耶穌 尊行耶務話 一切的命令 不隨從自己的心意 目明你們到不中的地方 這樣呢 你們就紀念耶穌 尊行我一切的命令 對你們的神為聖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是啊 沒錯了 就是靠耶穌就是聖聖的 OK 聖聖就是耶穌 所以救藥的方法 救藥的東西 全部都是靠耶穌 在新約記載 福音書是有記載的 就是有個女人 她是十二年血流 原來她就是想摸一下她的衣裳 就是摸一下她剛才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讀給大家聽 馬克風的記載 經過許多醫生的診治 受盡你要痛苦 又耗盡你要金錢 病況沒有好轉 反而更加沉重 當她聽見耶穌的事跡 就從眾人中間擠到耶穌的身後 摸耶穌的衣裳 她不斷對自己說 只要摸到她的衣裳 我就迫出血 她的血流止住了 她又覺得身上的病好了 耶穌頓時覺得有能力 從自己身上出來 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 誰摸我的衣裳 就是摸耶穌 耶穌他特地在後面 就是不想耶穌知道 就是他想偷到醫治 但是他信心是在這裡 他就是自己跟自己說 因為他已經聽過 耶穌可以幫他 所以他就是想在後面那裡 誰知他得到醫治 他得到醫治 所以呢 就是因為主說他有能力 從他身上出來 所以他知道就是可以 因為我不是反對醫生 有些人批評我 有幾個就是 因為他們是信自己的宗教 所以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說我是反對醫生 我沒有反對醫生 但是你也看到這個女人的遭遇 就是這麼簡單 醫生不是永遠都醫好你的 就是你應該是找醫生 如果你有錢啊 你想啊 那你就找醫生 因為主耶穌想我們是好的嘛 那所以呢 醫生呢 如果是幫到你的時候 你應該是找醫生 所以我沒有反對找醫生 我感謝主 醫生也都是想說 想人好 但是呢 醫生就不是百分之百的 有些人吹牛就說 你不找醫生 就是你是假先知這樣說 我沒有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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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你要找醫生就找醫生 就是好像我的 我樂母呢 就是一百零六歲 快要七歲 那麼呢 其實他有事的時候 他就去看醫生 那麼呢 就越盡可能啊 這麼說 但是in the meantime 我是靠耶穌的 OK 但是呢 就是 原來有些人呢 就是不喜歡 聽我們之敵 所以呢 他們就說 嘿 這個人是說的 是反對醫生 這樣說 我沒有這麼說 我沒有這麼說 如果你需要打針 你就打針 OK 但是我告訴你 你打了針的時候 你打了三倍的針 如果你不是看耶穌的時候 很多人死 我們講過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有針打 或者有醫院 有醫治 你什麼都搞定 It's not true 連醫生他們都會死的 Come on Anyway 我們就講過了 之所以呢 他們是禁食 為什麼十月啊 四月啊 五月啊 就是九月啊 他們經常都禁食 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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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Bad month Bad month 在歷史那裡 就說 哦 五月、七月啊 他們有禁食啊 你知道嗎 真的很苦 十月啊 有禁食啊 就是因為 其實以前的歷史 就是他們那些月 就是很多的 悲慘的事 然後呢 他們就想追思 追思那些月份 就turn out 這些就是救藥的方法 當然呢 我們現在不用禁食 因為為什麼 我們現在應該是 原來 就是我們看一下 那些約翰的門徒 都是有這個問題的 那我就讀給大家聽 當下約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的禁食 他們來問耶穌說 約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的門徒禁食 你們門徒都不禁食 你一時為什麼呢 耶穌對他們說 新娘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時候 陪伴之人呢 豈能禁食呢 新郎還同在 他們不能禁食 那麼呢 那麼下文那裡呢 下文那裡呢 就是 但日子將到的 新郎呢 要離開他們 那日他們就要禁食 沒有人把新報奉在舊衣服上 勇怕所保障的申報拿壞了舊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有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 勇怕走的把皮袋裂開 走的皮袋都壞了 為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 那麼這裏呢 就看到了 就是那些是舊藥的那些人呢 那些信徒 舊藥的信徒 法利塞人 收舊藥 但是約翰的門徒 都收舊藥的 他們呢 說信耶穌 但是他們收舊藥 那就是好像現在的中派 很多中派 我不是只說美藍 很多中派呢 就仍然是上兩味的 就是他覺得這樣是虔誠過人嘛 就是他們收舊藥 那就是摩浩尼這樣說 但是不對 原來這裏呢 就是講得很清楚 跟耶穌那些人呢 是有耶穌在這裏 為什麼要收禁食呢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呢 因為不是悲慘的事 我們現在耶穌已經得勝 所以呢 這裏也都講得清清楚 耶穌也都講他聽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混合舊藥和新藥的 申報和舊衣服 not match 還有新酒和舊鼻袋 not match 就是你不能夠又說守舊藥 我又要加上新藥啦 我們信新藥 但是我又要加上舊藥啦 這麼說 就是你這樣呢 就是something will break 就是呢 但是呢 你看了 那個baptist就是那些浸信派 就是 約翰的門桌就是浸信派 就是他們classical 他們呢 就是想說又新藥又舊藥 他說信耶穌但是呢 not so much 這個就是希望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日日呢 我們已經是到了那個日子了嘛 我們現在應該是歡喜快樂的日子 還有呢 每次呢 我們領袖聖產應該是歡樂的節期 你呢 我們每天都可以的 你呢 如果不是起碼星期 星期一次啦 這樣說 或者是星期日啦 如果你的教會是 就是較為上進的 你呢 我們應該聖餐的嘛 應該領袖主耶穌的身體 應該歡樂的 是的 因為我們 吃主的肉 喝主的血 我們有永生的 你說笑 你知道嗎 那些人 不是不信的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教會仍然不信 就是不信什麼 說那個聖餐是祝福的 那個聖餐是 原來是神的祝福 臨到我們的生命身上 所以說 所以主自己親口說 又說第六章 哇 這些是歡樂的節期 這個是無惡點 原來我們可以每天都是無惡點 主同是同在嘛 不然我們應該是吃主的身體 真是廣線 Anyway 所以我再重讀 我們不是那些舊藥的信徒 我們是新藥的信徒 所以 這裡在《沙加利亞書》 第八章十九節講 萬鈞之爺如此說 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 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 必變為由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 或歡樂的節期 為什麼不? 所以你們要喜愛、誠實、和平 和平 和平是儲備的 他臨釘十字架之前 昨天晚上 他就說 I give you the peace not the peace of the world 主於自己 It's different 還有我們是講誠實 是祝福我們 但是很多人寧願跟那些宗教領袖 跟那十個 探子 怕死 怕死 如果聖餐吃錯了的時候 他會早死 It's wrong It's the other way But anyway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盛餐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盛餐了 我們現在準備盛餐 我希望姐妹們平安 凡勞苦丹重丹的都可以來到我這裡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無論今天你有抱著怎麼樣的心情 可能覺得心情很沉重 又或者面對你現在的環境 你無所是從 也不曉得該如何去面對 我要你來到耶穌的面前 讓耶穌的愛來帶領你 讓耶穌的愛來祝福你 這位姐妹就跟我們分享了她生命的見證 以前的她曾經到過教會 但是那時候她不曉得怎麼樣安息 以至於她很忙碌 她是一個自顧人士 甚至是忙到有時候連週末 她都不能夠安靜下來 也因為這樣她就漸漸的沒有到教會了 不但是她的工作非常的忙碌 她說讓她覺得最苦惱最無助的是 她發覺到她跟她先生的關係 越來越疏遠 很多時候說不到幾句話 他們就吵了起來 感覺到他們的婚姻似乎都亮起了紅燈 她真的不曉得如何去面對她的生命 當她自己覺得很絕望的時候 耶穌沒有放棄她 弟兄姐妹 如果現在你的情況你覺得很無助 不曉得該如何 我要讓你知道耶穌愛你 這位姐妹說很超自然的 耶穌竟然安排她的顧客當中 有新造教會的弟兄姐妹 他們常常主動的跟她分享耶穌的愛 鼓勵她來領受這個恩典 她心中才開始想到說 有這麼好的恩典 為何我不來領受呢 也就這樣她開始了 來到了新造教會 也開始聆聽上帝的福音 在聆聽的過程當中的裡面 她開始安息了 也開始明白到 上帝沒有要求她 怎麼樣來達成生命中 所要經歷的 生命中所需要完成的 這一些的目標 她明白到她只需要放手 讓耶穌來接手 她一轉手 上帝就出手了 開始她就慢慢的調適她自己 她說她跟她先生的關係 越來越好 他們之間的溝通 越來越親密 就好像是在婚姻之前 那種甜蜜的感覺 不但是這樣她說 甚至是在疫情的時候 她的工作的業績 竟然比之前的還要好 她開始明白到 不是靠她自己的勞力去工作 而只是單單的相信上帝的應許 凡她所所碰的都要興盛 當她領受這個應許的時候 她開始協會把自己的情況 自己的問題 自己無論是事業或者是婚姻 都交給耶穌 她看到耶穌怎麼樣翻轉她的事業 她說她的先生已經失業了好多年 沒想到竟然在疫情阻斷的期間裡面 她竟然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而且心經比她之前所要求的還要搞 她很感恩 她看到不論是她自己的工作 她的婚姻關係 甚至是以婆婆的關係 婆婿之間關係也越來越甜蜜 她真的感覺到 在耶穌的家中一切都改變了 主是怎麼樣翻轉了她的生命 讓她經歷到在耶穌基督裡面 一切都是那麼超自然的美好 弟兄姐妹我要鼓勵你 你期待的是什麼 可能你期待你的婚姻得到一個翻轉 你期待你的工作得到一個美好的業績 你期待你生命中 能夠走出更不一樣的一個生命 我要讓你知道耶穌說 凡來到她面前的 耶穌都要祝福於她 凡勞苦丹重丹的來到她的面前 耶穌都要讓你得著安息 好不好這個時候 讓我們一起的來領受聖餐 當我們集起耶穌的保體的時候 再次看到這位愛你的主 願意附上她自己 犧牲她自己的生命 就是要將一切屬天屬靈的祝福 領到你 我鼓勵你這個時候 把你的問題交給主 讓我們一起集起耶穌的身體來宣告 耶穌我相信你對我的愛 你破碎的身體 就是要讓我得著你的健康 你全然的醫治 耶穌我感謝你 我領受 不但是我自己 我相信我的家人 都要得著你全然的祝福 因為你如何 我在這世上也如何 我領受 阿美 阿美 弟兄們姐姐妹 當我們集起這個福杯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耶穌已經為我們 藏了苦杯 以至于一切的祝福 都要白白的倾倒在我们生命当中 领受耶稣要给你的突破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耶稣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为了我 舍了你自己 留出你的宝血 让我得称为一 我相信我的生命 我的私悦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都要经历属神的祝福 感谢你耶稣 一人的家必蒙福 我领受 感谢你耶稣 阿们 弟兄姐妹 全因为有你 因为有耶稣 我们的生命得胜有余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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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天天是靠耶稣 让主要快回来 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图局 好吗 耶稣 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每天是靠你 我们平安是靠你 我们的生命靠你 不是靠地上那些政权 或者是国家领袖 或者是靠他们的领袖 我们不是靠他们 我们是靠耶稣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 主要你自己 搞定 给我们永生 多谢你耶稣 但是我们每天的祝福 也都是靠你 多谢你 祝福我们的所有听众 祝福他们的观众听众 是得到主要你的祝福 无论在什么时间 什么空间 因为你创造时间空间 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 和不同地方的空间 全部都是主要你创造 主要你看估我们 祝福所有的观众听众 在这个声音 with a blessing 是有healing 是有意志 是有保守 是有供给 是有salon peace 是有平安 是有祝你自己带领 是有祝你自己聪明智慧 是临到所有的听众观众那里 也都 also是祝福他们的家人 所有的家人都是得到耶稣 祝福我们的感谢主 就将平安 是中赞归给耶稣 Amen Amen 我们多谢各位 我们就祝福你们 我们下次 我们再见 In Jesus' name Amen